總統郵輪 澳遊長江三合 永安旅遊60週年呈現限定包船 今次這個旅程 除了可以親身體驗游船過三合大坝五級船集 更加重奔包所有燈岸觀光 有米芝蓮三星大廚分享攀任心得 還有季節限定賞櫻花 現在就讓我介紹這個三合之旅有多特別 提到長江三合 大家一定會想起偉大的世紀水利書樓工程 三合大坝集防洪、發電和航運三大效益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電站 我們會特別安排坐電瓶車前往壇子嶺參觀 遠跳五級船集和世紀工程三合大坝 高居臨下 一懶無遺 盡收眼底 很多人選擇游三合坐長江郵輪 就是想去體驗船過三合大坝五級船集的獨特之處 這裏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船集 而在2018年 只有好少數的客運船可以通過這裏 這次我們可以坐著總統6號直接通過 而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可以坐著在郵輪上 親身感受船集上下落差達到113米的高度 即是大約40層樓高 整隻游輪開入升降機 慢慢進入第一層、第二層 感受船在上落樓梯一樣,非常之震撼 除了過五級船集 我們還會過有萬里長江第一霸之稱的 各州八船集 這樣就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 而在三合郵輪上 我們還會重本包上岸上觀光 去到八堤城、豐都鬼城和岳陽樓 船走到邊,我們就看到邊 省時又方便 我們會停靠渠塘峽岸邊參觀八堤城 這裏風景如絲如畫 古蹟文物甚多 現在已成為遊覽長江三峽不可錯過的旅遊景點之一 八堤城一面靠山 三面橫水 貝爾高峽 面向渠塘合巧 氣勢洪偉壯觀 大家當然要在這裡拍花張靚相 留下紀念啦 去到有洞庭天下水 岳陽天下樓美譽之稱的岳陽樓 岳陽樓建築精巧 風格獨特 穩如磐石 除了是古建築中的貴寶之外 更加在江南三大名樓之中 唯一一座保持原貌的古建築 這個建築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樓頂的形狀 好似一頂將軍的頭盔 別有洞天的岳陽樓 大家一定要在這裡打卡拍張照 除了岳陽樓之外 我們今次還會參觀黃鶴樓 它亦是江南三大名樓之一 黃鶴樓是武漢的地標性建築 我們會包上電瓶車進入景區 折省體力 如果登上黃鶴樓 還可以看到長江和武漢三陣的壯觀景象 非常有價值 上浪觀光故之言由 我們亦會坐著遊樑洗經長江三峽中的 渠堂盒、無盒和西陵盒 當洗經的時候 我們會有專人提示大家去到船上甲板 以近距離觀賞這三個人氣滿滿的峽谷 到時拍照打卡 絕對是必定要做的動作 除了本身長江三峽之旅出名的景點之外 今次這個行程還有一個季節限定 武漢是世界三大上英地之一 今次我們去到武漢東湖磨山櫻花園體櫻花 最震撼是有過萬棵的櫻花樹 漁中的早櫻、中櫻、晚櫻都有 所以花旗比很多地方都要長 在這裏可以捕捉到漫天粉櫻飛舞 花香撲鼻的聚人美景 更有機會看到櫻花羽 粉紅色櫻花給人一種青春浪漫的感覺 未不勝修的風景到時一定不捨得走 看了這麼多自然風光之後 我們還會有一些特別的體驗 就是在重慶乘坐輕軌穿過樓宇 究竟是有軌道先還是有樓先 大家可以一起去探究一下 感受一下列車穿過人家家是甚麼感覺 另外我們還會去到江項路步行街 這裏號稱為中國最長的步行街 是一條新型商業街 應有盡有,林郎滿目 到時大家就可以在這裏尋寶了 在總統六號郵輪上面 我們重複邀請米芝蓮三星級大廚為我們舉行名廚分享會 和客人分享烹飪心得 即場示範製作一道菜 這麼多貴賓還可以即場向星級大廚學習隨經 是時候可以偷下屍了 機會簡直是百年難得一遇 除了精彩的行程 當然不少得豪華的酒店 在總統六號郵輪上面 我們會住船上面的干景露台房 房間裏面有觀景露台 可以飽覽長江沿途絕美的風光 我們還會住在重慶和武漢的國際品牌酒店 簡直是豪華享受 大家可能會關心究竟在船上面有甚麼食物 在總統六號郵輪上面 我們每一餐都會吃中西式的自助餐 務求可以滿足到不同的貴賓 除此之外 我們會有一餐在國際品牌酒店裏面吃的酒店自助餐 還有出名的重慶鴦鴦火鍋和特色風味餐 夠多元化 只聽到都已經流口水 多元化特色的體驗 這麼精彩的長江三峽之旅是否很吸引呢 快點來感受一下 立即上永安旅遊播站 Apps 打去二線中心 或來分行報名預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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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